各位观众早晨,欢迎继续回到开市锦囊的时间 我是叶不乐 这节我们会为大家探讨一下欧洲方面的市况 和我们分析的是要材政权研究部高级分析员 蒙威豪Ryfe在这里 Ryfe你好 见到欧洲股市沉默个别发展,变动不是很大 但市场都聚焦究竟希腊和欧元集团最新的谈判进展是怎样的 见到市场都众说纷纹过 之前西班牙的财长就说希腊有需要进行第三轮救援计划 也在谈谈 但欧元区集团也很快出来否认这件事 而德国总理默克尔就说希腊要提交更多的改革方案 而希腊也很快速地回应,3月9日就会比 似乎现在在希腊的情况 其实就是没完没了大家在谈判 其实现在你觉得这个谈判 会不会对欧洲股市造成一些震荡呢 如果以现阶段来计算 究竟会不会对希腊事件 对整个欧洲的股市 究竟会构成什么影响性 我觉得如果以近期欧股过势头来计算 似乎影响性就不是特别高 因为如果希腊事件 特别是违约和脱欧这个情况 其实是由去年年尾 今年年初回来已经说了 说过几两个月到三月都来了 但以今年回来来计算 欧股到这一刻来说 整体的手势是挺强的 你看到几个欧洲股市 都涨超过一成上来 证明着大家对这个事件的看法 其实不算太忧虑 而且来议你说希腊事件 特别在上星期来计算 初步是有个明朗发现象 特别是一些 一来希腊又同意延长一些国际的借贷人 同意延长希腊的援助计划四个月 到六月底为止 但当然你说真的延长四个月 但都要他们交一些改革的细节 这一刻我觉得仍在等着 当然你说现在等着的情况 究竟过不过得到关都未知 但如果以过往的经验来看 或过往的情况来看 其实过关的机会性都是高的 因为我相信这一刻都没有哪一方面 愿意所谓承担希腊的脱欧 或者围弱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觉得只不过大家 就着还有时间去看的时候 面相就着某些细节 仍谈着先 或者不是这么快 就被说真的答案出来 因为互相也有个滞爪存在 而且以来的 你说真的这样说 这一刻就算今次过了关 改革方案是接受了 但你说未来究竟有没有需要 是所谓第三轮的援助呢 当然以这一刻的情况来看 我相信机会性还是有的 虽然这一刻就个别的国家就说有 一些有的就否认各样东西 但始终以希腊者本身来计 当然他不会承认自己 要需要这么快去借第三次钱 但我相信以实际的基本因素来看 其实机会性也是高的 实际上我相信希腊的一个 借目的一个情况 未来都困扰整个市 但你说对整个欧股影响性来看 我觉得经过了这么多时间 这么多次的情况来看的时候 那个影响性只要不是真的 突然爆发得很严重的话 其实对整个股市的震荡性 我相信不是太高 如果希腊事件对股市震荡性不是太大 经济数据会不会是另一个诱因 我们看到好像欧元区就继续任何通缩 2月份的通胀率初值 就去到负0.3% 而1月份的失业率就去到11.2% 虽然都不是低的 但是都好过市场预期的11.4% 你觉得现在欧洲可以这么说 又面对着通缩高失业的情况 其实可不可以这么说 欧洲反而的股市是比较受这些经济数据影响多些 当然如果依回你说真的欧元区里面 的确除了你说看希腊事件之外 当然刚才Fill都提到就看了数据 当然昨天来算 其实都出了几个所谓比较重要的数据 特别那个CPI 通胀情况 失业率 以及刚才提到的2月份的PMI中值数字 其实记者都这样说 通胀的数据仍然是不坏的 -0.3% 意味着通缩的情况都很确立 明显地出现了 但是较预期为之稍微是理想 预期本身是-0.5% 而上个月更加是-0.6% 即是变相通缩的情况稍稍 叫做好一点点 但当然未完全扭转过你 而另一边来算 以一个失业率来说 虽然数字还是惊人的 1.5%的数字流上 但是起码都见到 还有一步有个下滑 去回到11.2% 也都是连续三个月的一个下跌 而且刚才提到的PMI的中值数字 也都是在整个欧元区整体来算 在51 即现在都在50楼上 而上几指的指标来说 其实相应是差 但是差得来 你见到就没有再差点下去 即是慢慢见到有个小小的 一个改善的情况 或者轻微地叫做企稳化的现象 所以你见到整体来算 重视数据出来 结果不是好 但是对整个欧股 刚才提到 那个震盪性都不是太高 而且我相信大家这一刻 为何说欧股都叫做撑着先 或者还在看什么呢 当然看完这个星期里面 特别星期四 其实欧央行就会有个议息会议 当然今次议息会议 就不是大家预期又再减息 或者又再做什么各样东西 但今次反而是看回 就是上一次那些买债计划 今次会公布一些详细的一个方案出来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看看今次的方案 究竟怎样走 或者估计走完之后 究竟帮到多少 才到整个市场 会有过一步的一个啟示性 所以我相信这几天来计 整体欧洲的股市也好 或者你说整个欧元区的情况来看也好 都会在现水平 即这些情况里面倒过先 我起码看完星期四 欧央行会议之后 才会走分明确一点 好,我们转看商品形势 见到好像布兰特旗油 跌了近半成下来 跌幅都很大 市场都在关注 伊朗核问题究竟能不能够解决 如果能够解决的话 市场都在看 伊朗的石油出口会慢慢恢复回来 而令到油方面供应继续增多 都令到油价跌下来 可不可以这样说 事件暂时之前的所谓的低油价 其实已经暂时过去 你觉得今次跌下去只是一个整固 还是离油价 其实已经重拾下跌势 如果以油价来计算 其实昨天也挺波动的 也可以叫波动 当然你说布兰特旗油方面 就更加波动 跌成差不多5% 但你说纽约旗油来计算 都只是轻微一个下跌 似乎这一刻 就着个别事件 对布兰特旗油影响性 相对比较大一点 因为刚才提到 特别是伊朗的原油出口问题 之前令到油价 都特别在近期预约会有解决之下 令到出口方面的禁制 可能晚晚会撤销 以至油价方面的供应又再多的时候 对布兰特旗油方面影响性 的确在打击上比较大一点 但暂时来说 纵使这些个别事件 或者个别影响某一类别的油价也好 但整体两者油价格去向上说 我相信依然是一个下限的价格居多 因为特别你看到 就算刚才说到纽约旗油 好像昨晚那样说 不是太小跌也好 但你看到五十元这边 都不是很简单 就是不是在家里玩的 意味着这个上面的压力 或者阻力都是比较大一点 我相信如果这样去看 没什么特别的因素 拖累下去也好 都打不上去的时候 其实挺意味着 大家对油价的看法 都是一个下限的价格居多 说面上暂时有油价 细头看法来计 我还是比较深深为主 最后帮我讲一讲金价的情况 金价可以这么说 四天来第一次跌 看到环球股市都做得不错 刚才帮你分析过 美股和欧股 预期都会继续保持着强势 如果可不可以这样说 这样形势继续下去 金价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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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很多不同的基报面 其實對金仍然是比較不利 特別近期就昨晚 上次都說到納指都破了五千點 變相美股這麼強的時候 自然令資金方面進一步流回美國 亦都買了一些美元相關的資產 特別是美元也是 所以見到美元指數 其實昨晚又是再創回一個高位 以至到美元一強 金價錢一定是受壓 變相都有一個借勢系向下的壓力在 當然現階段來說都是看1200的大關 究竟能夠站得住 當然站不住的話 我覺得有機會試回之前那一刻底 大概1186附近左右 但你說去到那些位置會再跌 當然整體的大趨勢我也是向下的 但不排除短期約了那麼多的時候 可能會有些反彈也不奇怪 除了剛才說的勢頭上 好像在看1200或1160這些價格位 其他的指標其實都見到開始 有些叫做轉勢現象出現 就特別說MACD也好 或者是慢速隨機指數也好 所以我覺得有機會在浸這次後 可能金價會稍為大碗少少 再慢慢向下都不期了 好 見到阿站 金價來到這裡 可不可以剛才提過美元方面的情況 看到美元的情況繼續強下去 你覺得接下來美國的經濟數據各樣 會否會繼續支撐美元,不會繼續向上 如果以回美國的整體看法 正如剛才說 上節來說市場就好 而數據當然看回這星期五的就業報告 我相信就算這樣說 出來比較與其為之頑皮也好 不會特別差得去哪裡 所以整體來說我覺得又不是太過頑皮 但當然美元來說 始終近日升那麼多 反而我覺得有少許機會藉著這些好因素之下 可能接下來都會在高位整股下 所以現階段在短期特別大升的機會性我相信不是太高 好 這次好多謝Rapy為我們分析了歐洲和商品股市和美元的情況 這個時間來到這裡 待會我們會看看中港股市的投資焦點 千萬不要走開